书记上回接说着一段雍正天侠图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个陈宝光入赘到周家 给周天民那当儿子 娶周天民的长女周金如 到茶门改信 那没想到呢 找来了 有一位江湖人 自称叫陈文海 到这找周天民 说有个叫陈宝光的 给你当姑爷 叫出来 叫出来干嘛 我带着走 不教人 没完 周天民一听 教人也不要紧的 有完没完咱们待会再说 您得跟我说说他怎么您了 他是您什么人呢 诶 陈文海就跟周天民一说这个陈宝光的事 陈宝光在周天民家呀 可就带出来了 他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还真是位少爷 但是他跟周天民说的那些个话呢 全是瞎话 这陈宝光啊 父母早就死了 家里边呢 给他留下不少的遗产 他从小是个少爷 那他这个文末打哪来呢 就是他父亲临死啊 把他托付给一个老家人 这叫陈福 这陈福呢 您别瞧这老头子文化不高 但是对老主人哪 尽忠尽责 对这个小孩陈宝光啊 特别的上心 而且 他那么小不懂事 要是以奴妻主霸占 他这一片家财啊 是很方便 这就在乎于人性 也就是宝光当年他的父母呢 眼力还是不错的 要不然呢 也不能够这样轻易的脱骨 说把这个孩子养活了 好养 因为他们家有钱 关键是对着教育 这才严实聘教 在陈宝光下的时候 就请来保学知识 让他书房里边攻读 宝光呢 三字经啊 伯洁兴啊 千字文啊 这都不在话下 四书五经 很有些个文采 可是呢 他是养尊处优的少爷 他也没有考取功名的心 他有个长处 他会画画 这个老师啊 在闲暇之余啊 一看呢 他有画画的这么一个天赋 刻意的在这上呢 对他进行引导 并且呢 在他家里头 开出这么一片花园里 干嘛呢 教他写生 写生可不是说 光是西方画写生 中国画也得写生 您甭管西方画 还是中国画 都讲的线条 一开始就是白描 西方叫素描 中国叫白描 西方人拿铅笔画阴影 中国人呢 拿墨画阴影 墨分无色 同样是一块墨 这点水 能配出五样来 有农有的 画桌画里 一点眼线没有 然看着跟彩色的一样 绝了 这就中国画的 血液的厉害 那么老师呢 一引导他 他画的还真好 小孩啊 他的眼力好 他的工笔最好 您说那么这样 小孩让他画大血液 他理解不了那么深 什么您也得从基础来 先要画工笔 也就说现代画吧 您得先画得像 现代人叫造型 您要哪位懂画画 您得先得造型准确 说白就是画什么得像什么 画什么不像什么 那叫什么呢 有时候那画挂的 那咱确实看不懂 你说这是神马 一堆岩身 就搁那 愣个二十艺术 后来我小时候也学艺术 我学的不是这科 人都说艺术是相通的 我也不怎么就跟他通不上 真看不懂 瞧不明白 还是那画的像的那一望可知 先落一针像 他的这个伺候人呢 叫陈青 陈青也不是外人 就是陈福的儿子 他们俩一块儿长起来的 那么每天呢 吃饱了 就是看书画画玩 这天哪 他正画画 这个陈青呢 可就跟他说 你看你天天这么画 这么玩 是不是 你就画什么 你也给我看看 你也给我画一个 宝光说给你画一个好吧 画个什么呀 是画的一张纸 给你表好了 你挂着呀 还是给你画个扇面 你想要什么呀 对不对 要美人 美人好办 不过你得等 是不是 画美人慢 尤其扇面最难画 扇面它不平啊 它有雷啊 你呀画扇面 直接在这扇面上画不行 他把它摘下来 摘下来 把它压平了 哎 拿这个 湿手巾 湿手巾 您可听明白了 朝杆 不能一拧 花花出水 那这扇面就呕透了 朝杆的手巾 把它弄潮过了 借这湿劲压 压平了 多少本书压 哎 完了 上面还得打盆 要不这扇面啊 嗯 它这个宣纸啊 跟画画的那宣纸不一样 它不发墨 那上面得打盆 它才发墨 它灼色 画得了之后 哎 现在呀就是画石粉的 您都知道啊 在上面撒 还要让它保留住 它的这个墨色 因为它跟画不一样 这画啊 它 画得了肉表 好了永远跟那挂着 这个不行 这得叠起来 叠起来 它这有颜色啊 颜色跟颜色 就碰一块了 你要不撒这层石粉 它就粘了 再打开时候 就许串色 哎 或者有粘连的地方 那整个这画 这扇面全糟件 所以画扇面最难 你要个什么 你得有题目 赶我精神好的时候 我给你画 陈金说 能画什么拿手啊 哎 花鸟啊 人物啊 都可以 哎 你要说要花鸟啊 我给你 画几笔 啊 花草 然后 来个飞禽 人物呢 给你画个侍女 也可以 哎 侍女好 陈金说 我要侍女 侍女也分多少样 你要什么呢 我呀 我这有个稿子 你瞧瞧 我看看吧 就瞧 陈金啊 由袖口里拿出一只腿来 刚打开一半啊 宝光可就明白了 春光 这好画 师女最难画呢 是画着衣裳的纸 这个呢 他没衣裳 他好画 宝光新了话 小子 你打哪得的这东西 错来呢 过去呢 在这个文人当中啊 要赏完春光呢 也不算是大俗 这也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小青 他打哪得这么一个 还让我给画呢 书中代言 这陈青这孩子呀 他可就不小好 他外边认识一帮坏小子 带着他呢 就瞧着个春光片 就这画片呀 看着 他可就想起来了 那么 我们少爷会画画 我让他给我画 说都是一家长起来的 怎么他就会学了坏了呢 这孩子也说陈福 陈福间因为老主人 老主母去世的早 他呀是死看着曝光 他可就顾不上 他们家的陈青 这陈青打小啊 你别瞧 都是跟着陈福 陈福对他就得说 不闻不问 就老爷能活着就得了 反正这府里 都也不愁他的吃喝 所以没人管他 这小孩也没人管他 难免外边 就结交些个不三不四的人 得了这个春宫画呀 哎 看 可翻过来掉不去 老这两张子就没意思了 想让上下给画新鲜的 宝光呢 跟同学们呢 也见过这东西 就因为他大小 老师去教专管 老师在外边还有其他学生 跟他见面少 偶尔有那大孩子 给他看着呢 都是偷偷的 宝光脸一红 看两回就不看了 现在的陈青手里 全这东西呀 宝光说你这可得烧了 我不会画得 被他没练过 老师也没教过 再说了 这个花鸟啊 在咱们花园里头啊 我就写生了 这我上哪写生去 现在您倒知道啊 有人体模特啊 那学校里头 直接就能对着 人体模特画 知不记得 还有那石膏像呢 那过去 谈不到这个 这个 我不给您画 不给画可是不给画 他可就知道 这陈青手里有这个 原先哥俩呢 不聊这个 也没聊过男女情势 宝光的就算不开窍 知道陈青在外边 有这样的关系 有这样的东西 就知道他比自己 开话得早 那小好不容易 小坏一出溜 打这说 小青也没事 就给他讲点这个 从外边 借了些个贤书 让他看 你琢磨琢磨 他的大小伙子 他可就想媳妇 想媳妇 你跟陈福提啊 是不是 陈福就替你操着了 他不敢问陈福 他问小青 那你看我找个什么样的呢 小青可就出主意了 你看咱这个西墙那儿 这西墙呀 是一墙分两院 墙那边您知道吗 墙那边我知道 也行陈呢 另起来跟我爸爸 没出五福的亲戚 我们是一个臣 哎对了 他们家有姑娘 今年十九 非常的漂亮 您要想 可以跟他搞个 搞个你让陈福过去 提议也未见得就不行 他过去 他问陈青 怎么个搞法 陈青说呀 那我得给您出主意 咱们首先说呀 得有一步近身之路 得先能见着他 您跟他见着了 这就好办了 错来这个西墙这院 是谁家呢 就是陈文海他们家 大爷姓陈叫陈文海 二爷姓陈叫陈文月 一武一文 大爷陈文海一口刀 行走江湖 江湖人称 五色云中一条龙 食堂都不在家 外出行侠仗义去 心下呢 可就是 这么一个姑娘 哎 学名叫做秀荣 陈秀荣 二爷文月呢 跟大爷呀 截然不同 天生的耗尽不耗动 哥俩没分家 二爷呢 是足不出户 就是攻读诗书 自己呀 自以为得意的 是两样 一个呀 是写诗 自以为写得很好 以诗人自居 一个呢 可就是好养活花 家里头啊 花木十分的茂盛 那么 两家都姓陈 要往上捣 捣几辈 能捣得一只上去 跟这个陈宝光 他父亲还是平辈 他们家靠东头啊 这一片是大花园 让陈二爷 捣执的 非常的漂亮 那么 宝光他们家呢 这西墙 这一片正好也是花园 实际就是俩花园 哎 他因为不住着人呢 当家就是 一段花墙子 这段花瓦子墙啊 是一墙分两院 那要住人 可就不然了 各起各的院墙 当家留家道 这个呢 一墙两用 墙那边 是宝光他们家 墙那边 是二爷的花园 他跟前呢 是俩男孩 这个大的呢 今年十二 二的呢 才九岁 也不用外面找老师 就是跟着二爷念书 可是这大姑娘呢 没嫁人 也跟着二叔啊 念点书写下诗 平常也画画画什么的 这就是啊 陈文海陈文月 他们家的情况 这陈青呢 他跟宝光不一样 他竟出来玩了 对于这院的事情啊 他多多少少知道点 他可就给呀 宝光出主意了 说少爷您这么着 一会儿啊 我就上内院去 我直接呀 哎 建内院的管家 就提呀 我们少爷听说 陈二叔这儿啊 有许多 奇花异草 而且是孤本 别的没有 我们少爷呢 啊 好奇这个花木 打算过府 瞧瞧 您要乐意 我们过来瞧瞧 欣赏欣赏 您养的花 这叫投其所好 这是第一步 这个啊 这叫搭馅 搭成馅了 如果他让您去 您可就得卖腿 哟 曝光一听 行啊 搭上馅就卖腿 这腿怎么卖呢 我怎么能查进去 哎 到那您就夸 他那花好啊 您也夸 不好您也夸 您那么一夸 这老头子 老头子一高兴 捡你们那院没有的 搬两盆吧 哎 当时呢 您就让我搬 我把他们家花 就搬到院里 宝光说 那当了什么呀 你不说 他们那院有个大姑娘吗 搭完下 咱们不为了 找那大姑娘 搬人两盆花干嘛呀 您这倒不错 俩打一个急茬 哪就见人大姑娘了 那前往后呢 别忙啊 先把花弄过来 离大姑娘就不远了 是吗 后边还好多步呢 广地弯腿就完了 怎么样的上肩板 哎 怎么样的搭这桥 怎么样的过梯子 这行话您都不懂 哎呦妈呀 宝光一听 这是个老手啊 Chirry 我还真想抢你了 这家伙你成杜格亮 那怎么着 咱们一步一步来 哎 一步一步来 行了 今儿天就挺好 没什么事 我先纳院去啊 试试口分 要该找 您跟纳院里的大姑娘 啊 秀容大姐 你们俩人有这缘分 就按照我说 这一步一步就能办了 好那你去吧 宝光那十分好奇的心态 说那意思 你过去 我瞧你怎么样 小青儿可就上这院来了 您别瞧 一墙之隔 可没门 他得绕着前头 再到人家家去 到人家不敢拍门 在门口等着 还正规矩 一会儿啊 人家陈文海 陈文院这院的管家 姓石 这石的书出来了 让陈青儿一把给拦住了 诶 石的书 哟 你瞧是 东北那院 小青 小青啊 你爸爸好啊 托您店去的 我爸爸挺好的 哎 我在那等您半天了 进去喊我 我不敢 那院我没怎么进去过 嗨 往上刀都一家 客气什么呀 有什么事 下回直接进去找我 是是是 你小子找我什么事 呃 我们少爷也不听谁说的 说您这院花园不错 哎 本来不错呀 是 听说都是这边 二爷种的 对 他是没事就好 石的花 可是我们这二爷还个别 家里不顾花把式 势必清宫 还都是自己来 哎 什么什么都自己弄 有这花 一个花籽 弄小纸包 从外边逃回来了 或者个小苗 到家里边 筛土 啊 进这盆 怎么样的施肥 怎么样的浇水 修枝 剪印 搭架的哎呀 完全这一套全自己来 我也不懂 反正看着他每天摆了 还怪有意思的 但是可有一截 那小院里头 郁郁葱葱 真漂亮 那就对了 可是我们少爷不知 听谁说的 而且听说二爷这 有几 几 几珠花 叫什么叫 孤本 啊 对 我也听他说过 就是别人家没有 就他有 对是 呃 我们想瞧瞧 瞧瞧瞧瞧 这事呢 要是我要想瞧 我就找您了 您趁那大爷二爷不在家的时候呢 您领我进去 我开个眼就得了 这要我们少爷来呀 我可就不敢做主了 我先找您老商量商量 好 你小子会办事 这是董事的孩子 这事我也主不了 要你呀 我领你进去瞧瞧就得了 你们少爷要来 我还真的跟二爷说一声 我问您大爷在家没有 大爷出去好些日子了 这不知要上哪儿 行侠仗义去了 你呀 跟门口稍微等会儿 在门到这儿坐会儿 我给你倒完水 我不渴 您跟二爷回一声吧 好吧 石的叔呢 把他搁在门口的转身进去 这位陈文月 陈二爷爷 有自己的大书房 你别瞧 都姓陈 这个陈宝光他们家呀 到他父亲这辈儿上啊 有钱 到他这辈儿上 就是吃老本 家里都有多着地呀 陈宝光全然不知道 都是陈福 他操立家里头 他就是呢 犯来张口啊 查来张嘴 他从来都不问 陈文月呢 跟陈文海呢 他们家呢 是二爷长家 因为大爷文海 一口刀外 行侠仗义 也是回来伸手 就要路费 这一大家子呀 二爷说了算 所以二爷有大书房 除了自己画画 写字作诗 还弄大花园 还得给大爷 弄出练武的地方来 家里头还有姑娘 有小子 跟大院不一样啊 联老带小 这等于是两家的人 没分家 所以房屋很多 这院子也很大 使用人也就不少 这是个大家庭 那么到了大书房这儿 实在书呢 是本家人也准着二爷在屋里 就是看书 写毛笔字 写诗 聊聊可就进来了 陈二爷一抬头 你什么事 二爷 那院里头 陈福 他儿子陈亲 刚才跟我说几句话 陈福知道 那院里的管家 那人不错 挺厚的 有时候走在街上 二爷长二爷短的 彼此寒暄 而且都知道 那院里面陈大哥死的腐孤 哎 这个陈福呢 奴不起主 挺厚的 这么个老头子 他儿子陈亲也知道 那小孩挺寂寥 嘴甜 走在街上 也是二爷长二爷短的 这孩子干嘛 就把刚才呀 陈亲跟他说这篇话 一学说 二爷呢 他自命不凡的 就是他这点花 最得意的就是他这诗 谁要恭维他这诗啊 他请谁吃饭喝酒 谁要夸着这花 养得好啊 他是最高兴 这个就算对了黄了 你听说 那院里的小孩 宝光要过福赏花 咋心眼里那么高兴 哎呀 老石头我跟你说 那甭问人这位 宝光少爷呀 亦是同好 跟我靠的一样 想必呀 人家是喜欢花草树木 听说咱们那有了 你跟那小亲说 当然 我是愿意人来看 可是呢 必愿荒芜 不堪入目 唐肯一遇 扫道相迎 谁的说一听 您是乐意人来 不乐意人来 你就把这四句话呀 告诉他 让他带回去 他明白 哦 您再来一遍 必愿荒芜 不堪入目 若肯一遇 扫道相迎 不成 再来两遍 扫了四遍 才算把这几句话 扫明白 石头叔 一边倒我们这四句话 一边往外走 小亲一看他出来 赶紧迎上来呢 石头叔 怎么样啊 我倒把您这篇话 跟我们二爷消失了 二爷说什么 二爷说 必愿荒芜 不堪入目 若肯一遇 扫道相迎 那他是让我们来 是不让我们来 你想啊 我也不懂 你也不懂吧 说这四句啊 回去 告诉你们 少爷 你们少爷就明白了 哦 说是必愿荒芜 怎么着 这个不堪入目 不堪入目 后边这两句 我记着 若肯一遇 扫道相迎 还得说年轻 小孩脑子快 听一遍就会 错不了 这点话 我消四遍 我能跟您一样呢 小孩回来了 宝王说 怎么去那么半天啊 哎 我在人门口等着呀 人家得回禀去呀 哦 是回禀 人家那 约二爷 让去不让去 人带回四句话里 说 必愿荒芜 不堪入目 若肯一遇 扫道相迎 少爷 这是让咱去 是不让咱去 不但让咱去 是非常的欢迎 特别想让咱去 说如果咱们肯去看的话 他要扫院子 就这么客气 为了我要搞扫除 但这是客气话 不是真搞扫除 那行了 这搭线 我就给您搭上了 是搭上搭上 到那怎么着 到那啊 到那啊 就看花儿 看花儿呢 这样 好 您也夸 不好 您也夸 这个我可就不能交给您了 夸的什么味儿 就是越好越不嫌好 简直您长这么大 就没见过这么好的花儿 夸的他呀 最后得送您两盆 甭管什么 您当时就让我搬 然后搬到家去 咱们就有下一步了 费顶大劲就讹着两盆花 好嘞 行 更衣 这儿是陈青 伺候着 宝光换衣服 宝光呢 跟着陈青 可就出大门 这道劲 往这边一溜达 就是陈文海 陈文岳他们家 还是 陈青 替他回禀 果不其然 二爷亲自出营 宝光是一阴一道地 陈二伯父您好 哎 别客气 你爸爸活着时候 我们都有交情 啊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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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让到书房 说怎么不直接上花园 哪能那儿待客呀 花园里头 不能待茶呀 这儿哈 先预备茶点 坐在这儿 那么宝光呢 陈青已经交位了 对这老头啊 就是一味的恭位 哎呀 您看看您这个书房 够多面的雅致 是不是 您看看墙上也都是名人字画 啊 竟是古籍善本 您将您桌上摆着的文房四宝 都上讲就 这一看您就学问大了 啪啪啪 这么一恭位 把这陈二爷捧的呀 特别的高兴 哎 我听 这个陈小青说 您也喜欢养花草啊 他往这上领 不错 我在学里边听很多同学的都说 说您这儿啊 有七花一草 我就久想啊 过府瞻仰 怎来一几 哎 我的俗物缠身 一直不得下 哎 今天正好有时间 不敢冒昧唐突啊 先让小青呢 过来请示请示您 您要乐意呢 您带我到花园 我今天要大开眼界 嗨 也没有什么出奇的 再说这会儿呢 不是薄花盛开之时 得了 但是 勉强啊 能看 不入法眼 那么 老贤池 你可千万别笑话我呀 哎 哪能够啊 这说的话 主客起身 陈青跟着 可就奔了花园了 一直让到啊 这东边这一片这花园 一瞧这花园 站着这个地母啊 可比我们家那花园大 哎 因为他号这个 开辟出一大块地来 再一瞧这花园里头啊 全是花盆 哎 横三竖四 真是美少众 可见的这位陈二爷 这一天哪 没有实贤的功夫 就这花一早上起来 时都不完 这是个体力活 您琢磨的花盆 小的好办 那大花盆带土 多沉哪 每天向阳之处 得晒 到太阳大起来了 得挪 还得挪的背音 直接晒晒坏了 所以每天 他得倒挡他这点花盆 打一进来啊 这陈青拿手 一同曝光 曝光一瞧 哦对了 得捧 哎呀 怎么了老先知 哎呀 这这什么品种啊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呢 小子我自幼 是弄花草 我家里啊 多了不敢说 也有这么二三十本 这些个花木 竟然全都不识 这这 这是什么东西啊 您看看 青中带翠 翠中饭绿 上面还有很多小刺儿 啊 这就是 清饼子 又叫仙人掌 不知道 你看这个是什么呀 这好活 这叫死不了 哎呀 好啊 挨着盆子夸 夸着老头 这高兴 他下着心血 没白下 闲之可称 知己 越发都不敢 我跟人怎么比 你看看 你们院子里头 如果没有的 只管搬 只管拿 补充你这院没有的品种啊 是不是 我这有的 哪怕就一盆 你喜欢拿走 我再找人逃换花子去 宝光一跳 那那么说 我可 千万 别不好意思 按说上一家来 君子不多 人之美 奈何一节 长者赐 不敢辞 多位 这有一种花啊 甭管什么花吧 哎 是兰花啊 是什么 有那么五六盆 其实他家有 愣说没有 而且宝光啊 一瞧 这几盆花确实不错 拿走两盆 他也不心疼 这一种 我家里就没有 搬 来人 让老石头 喊人 搬 别别别 就别老您 扶上的呢 这花盆也不大 哎 我一盆啊 他一盆 我们俩抱着就走 哪能让你干呢 这陈青啊 干活真麻利 小孩过去 一手搂一盆 把这两盆花就搂起 您看 上下我一人就行 不用您扶上的管 我走 抱走了 嘿 你 你 让人家老爷子看看呢 给你哪盆 你拿哪盆 这不 不不不 他这两盆 就最好 就这两盆好 拿走拿走拿走 哎 周一打黄啊 一个乐一打 一个月也挨 弄两盆 两盆 抱家去了 在我那吃吧 就不跟你那儿 讨扰了 顺啊 陈二爷家里出来了 到家里头 这两盆花放哪了 也搁在咱们园子里头了 行了 花 到手了 到手了 下一步怎么办 搭线也搭上了 卖腿也卖进去了 该上肩板了吧 他给您 您就好意思这么白拿 那不白拿怎么着 咱还他呀 还得还他 对呀 刚才我一看他那花园里头啊 也没什么出奇的东西 本来没什么出奇的 我都夸得快没词了 连仙人掌我都夸 他那没有什么特好的花 就是我一瞧 咱院子里头 这有几盆啊 他那没有的 咱好几种他都没有 简单没有的 这两天您下点功夫 石头出来 您弄两盆好的 给他送过去 补充他那院没有的品种 他一定高兴 哦 另外呢 您拿话领他 家里头谁喜欢看花 都喊出来 一块看看这花 是不是 瞧瞧怎么样 万一他们家的大姑娘 喜欢看花呢 您不就先见一面 您先瞧瞧怎么样 长得好 咱再往下说 嘿 那明儿咱就送去 别明儿啊 明儿干嘛呀 这不能着急 好 紧了崩啊 可这慢了松 这东西得不紧不慢 才成功 你瞧 得嘞 听你的 跟家呀 开始使的这几盆花 你还别说 他小时候家里的 有钱 有钱 他们家上班 还挺好奇 这个 没少养 陈福呢 就是给老爷伺候花草啊 就是给宝王他爸爸 伺候的不错 老头老大 老大老大就死了 家里面条件又好呢 这点花啊草啊 没舍得扔 这几年的也算是很茂盛 种的不错 就捡那院没有的呀 来了这么两盆 好比说吧 一盆牡丹 一盆月季 就这么一说 让陈青抱着 又来了 那么有前些日子 这一回来 这回来就好办了 略意通病 就给让进来了 我新进得了两盆 其实是他家里的的 我特意来送给您 您看怎么样 哎呦 这就跟好 收集点什么 机油啊都算上 哎 他的品种多了 你要再送这一盘 没有的品种 他高兴 他本来就有 你再送的这同类的 他也高兴 但没那么兴奋 这两盆花啊 文岳二爷呀 还都没有 连声的夸赞 当时喊人 去 把大姑娘喊来 大姑娘最喜欢花 让他挑一盆啊 摆着屋去 另外那盆 别往花园搁 摆我屋去 我得先瞧两天 我亲自伺候伺候 等伺候好了 老先知 哈哈哈哈 我呀 还得把你再请我来赏花 怎么 这盆花 别看你送我的 在我手里 跟在你手里 可就不一样 在你手里的这一盆花 最多 出四个花姑的 能够大开 也就撒 能够艳丽 也就俩 挑不出毛病了 也就一个 到我手里 这一盆花最少 开四十八个花姑的 个个好 把是吗 哦 神了 我弄完之后啊 我还得把你请过来 让你瞧 方不负我老贤职 你这一份心 这个东西你给我 算对了 这说着话呢 就有人啊 回禀大姑娘来了 陈宝光带着神经 我就站起来了 那么 我就先告退了 哪里去 我听您喊 有内眷 我们回避回避 我们就先回去了 别别 老贤职你怎么了 往上刀多着辈 我和你父亲是一个祖宗 咱们都是一家人 拎着我跟你父亲还平背 那么我的这个亲侄女儿啊 跟你啊 就是兄妹相称 不必回避 要是与礼书不合 我也不能把她喊来 自己家人 不必回避了 让她挑一盆 这个姑娘一脚门里 一脚门外呢 一听说二叔啊 让过来挑花 没想到有生人 一窍又生人呐 转身要走 陈文月又给喊住了 秀荣 二叔 屋里来 这个是纳院 东院里头 你宝光哥哥 他们祖上跟咱们是一只 咱们是一个臣 人家给送花来了 没什么 你大的弯弯呢 看这两盆花 你挑一盆 摆你屋起 姑娘这儿是瞧这花 陈青呀 就拿手啊 洪宝光 那意思 我说瞎话没有 你瞧 他们家这大姑娘怎么样 这儿是呢 宝光呢 可就赚身了 有老头的 这个书格子 随便就拿了这么一本书 那意思人家姑娘在这儿 我别这儿 瞎搭搁 我假装看书 接着看书呢 我瞧瞧 拿起这本书 低头这么一瞧 哦 西乡地 怎么单拿起这么一本来 深入洋柳 面塞芙蓉 漂亮 这个臣家 陈文海大爷 这姑娘秀荣啊 还是真尊 一十九岁 正在好岁数上 回头再一瞧 陈小青啊 是洋洋自得 那意思怎么样 不是我胡说八道 这一下就看上了 姑娘呢 那瞧花啊 可也没闲着 就瞧宝光 宝光呢 养尊处优 小孩长得挺漂亮 又自幼公读师书 又会画画 带着这么一股雅气 今儿又送花来了 姑娘前她也不错 二叔 您喜欢奶盆 让你挑啊 您喜欢 您留一盆 剩下我抱屋去 不去 你挑 奶盆都行 那我就这盆吧 顺着把这盆花拿起来 旁边有丫鬟 接过来 走了 来吧 今天无论如何 得在我 府里头 吃饭 您瞧 我送您两盆花 您留我吃饭 好像是我上 您这蒙饭吃的 你这叫什么花呀 你们家不吃饭呐 到饭点都吃饭呐 你送不送花的 到我府上来 我管你顿饭 这还叫事吗 以后啊 你就跟着管我叫二叔 就行了 咱们呀 是一家子 不必说两家话 那好吧 那我就谢领您的这顿饭了 以后不必那么客气 吩咐石老头 今天有客饭 八千桌子往前台 这二个 摆桌椅 预备饭 石老头把小七带着 一会儿 这个饭菜上来 不是说吃剩下往下赏 一说赏菜 这菜不做 端起来须上 赏小七 这整盘子菜就端出去了 赏了四个菜 陈小七在外边 跟石老头陪着 这么一吃 实在是说 你小子真机灵 带着你们少爷 给母二爷送这个花啊 他这最喜欢 你呀跟着德纪 得石会 你来四个菜 小金说是啊 我就真的喜欢花 我可不知道他还好奇什么呀 还好奇什么 好 这下子真聪明 他从石老头嘴里的 要黄 他可就把这石画给套了去了 我们二爷还好奇什么 旧号作诗 作哪哪诗 妙抗 不是 作哪 他都想着写诗 您把这话说清楚了 您都说连了宗了 他写诗 他写完了 是自己瞧 让大伙瞧 那哪能自己瞧啊 写完了之后啊 印诗集子 就那小本 满世界 饶试去 给别人瞧去 别人要恭位他一本啊 白送人书不算 请人吃饭 请人喝酒 那么二爷这诗归期 做的怎么样 我哪懂啊 他教我四句白话 我还小不上来呢 他那诗 我看不懂 嘿 我要会作诗好了 我跟他呀 学写诗 让他交给我 那好 你要是学写诗 拜他 那你算行了 天天撕菜管你 你想啊 有人跟他学写诗 他至于这样 葬头吗 小钱一听 得嘞 这叫好班咯 这儿 吃完了饭 谢习 带着陈小金 博光就回来了 陈小金一看呐 没别人 怎么样 说实话 嘿 别不好意思 别拘着 怎么样 什么什么 什么怎么样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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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地道了 这个 他们来一块长 你别看名分是主仆 实际跟哥俩似的 尊不尊 就问你尊不尊 哎呀 挺漂亮 挺漂亮 你看这甲不止的 啊 这叫甲不止的 真在意 叫你那拿着人家书格 那书翻的时候 我都瞧了 你这一眼一眼的 就瞟人家 是不是 我倒瞧了那么 几眼 几眼 接不说话 好好几几几眼 但是你发现了吗 什么 他也瞧你了 是吗 最少瞧了你四十多眼 那 是不是找你爸爸 来在山楠上 找我爸爸 找我爸爸 这事就吹了 我爸爸得问 这主意谁出我出的 先把我腿打折了 你给少爷出这主意干嘛 这不成 告诉你 这事要是明着来呀 还真不成 怎么 这大姑娘 他爸爸要是二爷好办 这大姑娘 他爸爸是大爷 您知道 这大爷是干嘛的 啊 他们家大爷 侠客 五婶云中一条路 五婶云中 那叫五四云中 这还叫这都 这多银子 多银子 天天打的沙沙 他说乐意 好吧 他要不乐意 这事就一点没谈了 再有 您就即便跟他成了 有这么一老丈人 日后您这罪可就受大了 好 日后您得多看 奶女的一眼 您就有性命之忧 我都娶了这么漂亮媳妇了 我还看别人干嘛 那这说不准 这说不准 什么事 留后路 知道不 留后路 哦 那不经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我要打算 亲近方泽 又该如何 您这该上剪板了 他除了喜欢 柿能花啊 跟您说 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他成痞 就是写诗 这行了 这您更拿手 您打小 您又会写 又会画 您也小过那个 啊 评评做作评 一三五不论 二四六分清 您这都懂啊 我略略 略知一二 那就够用的 您就过去跟他说 小写诗 拜他为诗 他呀 就最喜欢您了 打这儿 您天天上他那儿去 就跟这个 大姑娘 时常的见面 可就有机会了 单等你们俩 熟了 有了机会 后边 我再告诉您 怎么办 这陈青这孩子 也不哪来 那么些个坏主意 保光一听 行啊 好 保光啊 过两天 遇不点礼物 啊 除了弄两盆好花 这回啊 是四色礼物 哎 烟酒堂茶吧 滴楼的 又看长二爷了 长二爷一瞧 喜猪望望 这边 这边烟酒堂茶都不在乎 这两盆好花 又是他没有的 干嘛 老子们客气啊 不是客气 我是 嗯 还想麻烦您 谈不到麻烦 老贤子有事就说 我听 同学们的说 说看过您的诗集 啊啊啊啊 谁谁谁跟你说 瞧见我的诗了 是 说看见您的诗集了 我没看见过 您在我镜上 您这串门来 您啊 对花这态度 我就瞧见您 对生活的态度了 您这喜欢 亲近大自然 这个您的诗 一定是超凡脱俗的 今儿我来呀 没有别的 今儿想啊 请两篇诗稿 老头我呢 要拜读拜读 嗑 坐着坐着坐着 汽水汽水汽水 白点下白点下 老头 单有一柜子装诗稿 把这柜子就打开了 扶头啊 这就一路 把这一路就爆出来 这都是 这礼拜写的 一礼拜就写一路 看看 把这拿起来一瞧 呵 曝光一看 高声朗读 这个诗写得太好了 啊 此举也加此题也妙 啪啪的密夸 老头子呢 说你别忙 我再拿起个旧作 您先别拿了 我哪看得过来呀 是不是 干脆 您哪 出的诗集 还没出的 没发表堪行的那个 你都给我点 我拿回家去 好好的读 没问题 让陈青啊 拿了两大包 都是老头写的诗 拿回家去 怎么着 都拿回来了 拿回来了 看 我 就他写的诗 亲人你不懂 他写的诗啊 说十篇里头 还有一两篇能看的 剩下那些个都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也得看 专检的不怎么样的背 告诉你啊 这两大包最少背50首 必须背呀嘞 干嘛呀 崇拜呀 您就说您崇拜他 要拜他为师 跟他学 那那 完后 完后您再写几首啊 写个写 不能超过他去 找他最刺的那个 比他那水平再低点的 我写不出那诗来 愣写 回忆您 四岁半说写那了 想那诗 大白话 哎大白话 六口折 何折押韵就得 写完之后 拿去让他辅证 让他教您 给您改诗稿 咱们再往后说 好嘞 你还别说 陈生光别的不成 就老头子这诗啊 稍微用功 背好几十首 自己呢 拟着他这水平 写了十首诗 又来了 到这还啊诗稿 还完诗稿 文学二爷别人得问呢 怎么样啊老贤侄 瞧着哪不好说呀 哎呦 哪能有不好啊 我简直沉醉进去了 其中很多句子呀 太迷人了 我都给背下来了 是吗 你不是骗我吧 哪能 您看 您那首啊 永风 还有什么 永雪 那多好啊 天上一阵黑股东 好似白面往下扔 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 竟是黑窟窿 暂雪不露雪 神啦 老头的眼泪下来了 还能再背吗 汤汤汤连了背三十首 老头 石头石头老石头 乖乖乖乖乖 预备饭 家都做不成了 外边叫席 赶紧去 到大饭馆子 叫菜 开酒 您留饭就得了 干嘛还预备酒 哎呀老贤侍 诗与酒 虚与不可相礼 这个做诗的人呢 必要饮酒 哎呀 我跟你说呀 这个酒这个东西呀 如果要不写诗的时候啊 那还没用 那么要是想写诗 要喝这么几杯 这才诗性大发 啊 是才诗如泉涌 哦 这我就明白了 我瞧您这是像喝了血的 就喝多些不知道 今儿瞧瞧吧 这等着开酒开饭呢 宝光可就把自己血的拿出来了 什么呀 哎我这算了 回来说 别别别 这是什么我瞧瞧 就是 我看完您的这些个作品呢 我学写了十首 啊 我也瞎写 然后呢 就是带来呢 想让您给改一改 可是有一节 嗯 我又怕你回头 您看完了气着 我这文字不通 哎呀回头 你也没有那么大时间 谁说的 拿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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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子呀 这也叫不知深浅 哪个人诗稿啊 这就把诸笔拿起来了 连圈代改 好写得不错 写得不错 啊某字某字应该改 某字某字平座差点 某字某字没压运脚 某字某字要改成什么什么好 啪啪啪一个人家 那陈曝光呢 做恍然大物状 哎哟 对呀 照您这么一改 神了 礼拜在世 杜甫终生 啊 唐宋八炸家 完了 吃完了 喝完了 我回去啊 再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写几篇 明天再来向您请教 好啊 哎 你再来啊 可早来 多聊会儿 晚了 你不就一人吗 都不用回去 愿意住就住我这儿 那都不方便 没事啊 还告诉你 俩孩子都跟我一块儿学 都学写诗 我教他们念书 就是大姑娘啊 也跟我学过写诗 明天我让她呀 把原先她的诗作业啊 王启 剪剪 从其温习温习 我教你的同时呢 让他们旁听 不就一块都教了吗 大姑娘 是那天我见的那位小大姐吗 不错呀 那是我 大哥 大哥你大叔的亲闺女 十九了 还没嫁人呢 哎 一块儿啊 学习写诗 多好啊 那我当然愿意 好啊 可就回来了 打这儿说 二爷找人 跟婆子丫鬟说 婆子丫鬟把这话 就告诉秀荣了 秀荣一琢磨 最近这院这小孩 陈宝光来得有点勤 那天一见哪 不住的打量自己 是不是对我有点意思 秀荣对于他父亲和他二叔的管教啊 说现在话 要抵触心理 青春期 过去古人不懂这个 现代人都懂 古人说了 姑娘大都不可留 留来留去 留缘仇 为什么 他要逆反心理 单有这么一时期 你不能跟他对着干 以引导为主 现在人懂过去人不明白 怎么办呢 就是打骂 要不就惯着 那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这个大爷陈文海呢 五色云中一条龙啊 拿着刀就出去行侠去了 这大姑娘他会教吗 他不会教 这二叔呢 酸文甲醋每天弄花 他乐意想就跟着想 所以这个姑娘啊 就算是没人管 看见了宝光啊 还是深深的被吸引 你想俩人还都有这意思 暗含着一问丫鬟丫鬟我就说呀 借着一块学诗试探试探这小子 你想俩人都有这意思 在这个二爷的书房 可就碰上了 二位这就算同学了 二爷那俩孩子淘气 不怎么认真小 小一会就玩去了 他们俩人左一句右一句呀 互相看诗互相切磋呀 就在陈文岳的书房 每日里耳鬓撕磨 嘿 俩人还真有了感情了 每天宝光回来 都得跟陈亲啊 汇报轻化 陈亲说行了 快熟了 快熟了 咱师父该搭梯子了 别别别 还不到 这么着 你呀 趁着老师没留神的时候 哎 你跟他说 你说呀 其实你见过他 他说什么见过 咋去见过 他就问你什么时候见过 你说我在墙头上 往这院看 看你赏花都见过 他说那我都没瞧你呀 哎你跟他说 咱们家花园跟他们家花园一墙之隔 有时候我经常啊 上墙头 我们家这边有个台子 上台子呢 就能在墙头上头 这儿我一人把两边的花都看了 说是俩花园 十几亿花园 有时候你在这边赏花呢 早就被你深深吸引 宝光一听 那不漏了吗 咱们家这边哪有台子 你别忙啊 盖啊 魏宗说这瞎话 搭个花架子还不省事吗 今儿我就让他们弄啊 把花架子搭起来 您就把这片话跟他说 那人要问 我在院子里站着一抬头 怎么没见过你呀 您就说不敢看 又怕得罪人 而且文厅啊 你爸爸会武艺 心里边害怕 你一抬头我就往下蹲身 花枉子房啊 他最上的这个墙头啊 是枉 这边一个这边 一扬瓦扣着 搭出来的花样 就透过那花枉子 偷窥小姐 已然很长时间了 包括跟你二叔啊 前来学师啊 都是想亲近小姐的意思 对他土木 爱慕之情 跟他说 好吧 宝光啊 现顿现卖 小一句说一句 这儿呢 他也不敢跟陈佛说 小青啊 背着他爸爸就找了几个人 把这个西钱 钱底下 这花啊 挪挪 搭了个临时的花架子 这边宝光 在上课的时候呢 可就等这机会 这天呢 学陆放蜂的诗 这陆放蜂的诗啊 二爷一诗 有两句想不起来了 我得去找书去 我呀 这书还没在这屋搁着 在我屋里搁着呢 我去拿这个剑男诗钞 站起来呀 转身往外走 回屋去拿书去了 这儿呢 屋里可就剩孤男寡女了 秀荣呢 拿着一篇诗稿 这儿看 宝光一看 积不可识 识不再来 就这节骨眼 哎 你二叔 拿剑男诗钞去了 剑男诗钞是谁 剑男就是你 你别跟我说话 孤男寡女 说话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实际我早就见过你 你什么见过我 我呀 在花园墙头上见过你 你不害怕吗 那还什么怕呀 因为你没看见我呀 怎么在墙头上见过我 哎 我们家那花园啊 跟你们家花园一墙之隔 我小时候就知道 我们家那尾环堂 我上来之后 在我们家花园 能看俩花园的花 我干嘛不看他 有时候你出来赏花 我瞧见过你 那么我一抬头 我就瞧见你了 为什么我从来没瞧见过你 哎呦 我们小青活神仙 大家怎么导演的 这怎么说 台词 那我往下蹲事啊 哎 我一瞧你台词我就蹲事 我透过那花瓦子 我偷看你 我就想跟你多聊会儿 一直不得这机会 嘿 说两句话 你二叔写这诗不怎么样 我为什么跟他想 不就为亲戚你吗 你说这都是真的 是真的 那 你们家那个墙那边准右堂吗 准右啊 要不这样 今儿吧 等你二叔睡着了 你上花园站会儿 你要一听我一咳嗽 你的抬头 你看我是不是在墙头上站着呢 好吧 陈文月正回来 俩人说这么几句话 把艰难诗超拿回来了 俩人一人要学两首诗 啪 给留个题目 啊 俩人回去各自 做作业 晚上吃完了饭 到花园 一瞧 嘿 小七把花架也打好了 底下呢有点大花盆扣着 当这花盆上花架子 用手一拔墙头 一看 那院看得很清楚 打起没拔过这墙头 为什么陈福不让啊 陈福是一点月旅的事都管着 都不让他干 少爷头一回八枪头 站在这一瞧还真是 真要说赏花站这 俩院的花都瞧了 嗯 盈盈抄抄的 姑娘来了 赶紧往下一蹲身 姑娘站在院子里头 往前那一瞧没人 刚要转身就经 咳咳 这么一咳嗽 一抬头 宝光把身长起来 用手一拔墙头 俩人见面 彼此一笑 感觉是真的 哎 歇着吧 蹦下来了 为什么歇着 不知道说什么 小七还没交给呢 回去了 那回去睡觉了 七 完全按你说的 一步一步 走到这块呢 现在怎么办 现在呀 该搭梯子了 这梯子怎么搭呢 您得花两钱 买两架梯子 咱们这边搭一个 他们这边搭一个 吹 那不就瞧出来了吗 明着搭梯子那行 那怎么办 买四座假山石 那得花多少钱 哎 那您为了人家 大功能秀融啊 您得花点钱 买四座假山石 咱府里头留两座 给那院送两座 这两座假山石 贴着咱们这西钱搭 那边那两座假山石 看他搭哪 他要搭的靠东钱了 这事儿 就百分之一万成了 再跟他约会 让他那边爬假山石 您这边 在假山石接他 就是一墙之隔 秀融就算过来了 以后就在咱们这花园 是长相厮守 你们二位促成好事 好吧 拿出钱来 小青出去买这四座假山石 中间他没少得钱 四座假山石运来了 这院啊 进来 趴 往西前这么一堆 小青是亲自指挥 这块不能过这 这块平方这儿搁 这不能太高 这儿 这么一步差不多 您这是搭台阶呢 您这是最假 假山石讲究高外错落好看 你逢我们不要好看 我们要稳当 这两座假山石啊 堆的 非常方便 一点不危险 哎 那个尖的呀 鞋的 滑不出溜的 都不要 都往别地儿堆 专长的平的 啊 好够好彩的 那个 一步两步三步 够着墙头呢 那两座呢 亲自让保光 送到大府 您这花园啊 缺景致 就缺这么座山子石 我特意 托人从南方 运了几块 奇石 这几块石的还真不错 玲珑剔透 堆的您院里是个景致 好 哎呀 老先知太有心了 去 喊秀荣 让秀荣看看这两座山石 摆哪合适 这个秀荣座主 呦 宝光一瞧 秀荣座主就好办了 倒看秀荣把这山子石堆的哪儿 秀荣出了一瞧 二叔您找我干嘛呀 这不是宝光你哥哥又送了两座山子石吗 哥的咱们啊 西花园里头 这个你看看是哥的奶头啊 我看呐 我看就冬前 冬前石都完了 堆的这挺好 宝光一听 那就无疑问了 一看呐这边 啊 大姑娘指挥着 对山子石 大姑娘自己要爬呀 她更得精心了 别摔着我 再上课的时候 俩人可就定好了约会时间 哎 中山公园晚八点 全叫好 这么一比划 哎 夜晚之间 陈青 跟宝光俩在山子石底下 可就把大姑娘秀荣接过来 男欢女爱 这自由恋爱呀 俩都乐意呀 可就成了苟且之事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时间一长 坏了 怀孕了 这一怀孕呢 不是当时知道啊 三个月 姑娘自己反应挺大 让婆子暗含着背着二叔一家的人 找大夫一把脉 说是喜脉 可把姑娘急坏了 把这话可就带给宝光 宝光这一下就害了怕了 这怎么办呢 又问陈青 陈青说那怎么办呢 啊 赶紧找大夫买药 给他打了去 他突然出去 把打胎药买来了 打胎药可就给秀荣吃下去了 这孩子太别扭了 不走 七个月 险怀了 二月每天呢 写实弄欢 还真没在意 姑娘穿着挺肥大的衣裳 二爷愣没瞧出来 大爷回来了 五色云中一条龙 大爷沉喊 背着刀回家了 宝光听着这信 得烟电跑了 离家出走了 大爷是江湖人的 那能瞧不出来吗 一看姑娘朵朵闪闪 脸上颜色更变 追到屋里这么一瞧 挺大的肚子 大爷不省姑娘 先把婆子丫鬟都找来 把刀就亮了 怎么回事 婆子丫鬟跪一地 谁敢瞒的 就说每天晚上爬山 我们家哪有山呢 您快点上东华园 瞧下去吧 东华园靠冬前 多俩山子神 把老二爷找来 文月来了 这你给买的 不是我买的 那院宝光送的 宝光是谁呀 你怎么忘了 那院老陈大哥那孩子呀 哦 陈大哥可就明白了 这山哥那 我瞧瞧 他可就不爬山了 王岐一栋 哥哥一挂墙头一看 嘿正对着 这边俩山天然的梯子 又回来了 回到屋一桥啊 姑娘正要上吊 啪一刀 把绳子给拉断了 说吧 怎么回事吧 姑娘 哇哇这么一哭 可就把私会 保光这个事情啊 就说了 现在一人 七月失晕了 偷偷吃打太药 没打下去 陈文海一瞧该着啊 我挽回了一步 家中这个丑事 可就酿出来了 好在 那院陈宝光 没媳妇一个人 我得去看看 这孩子怎么样 要说俩人真情相爱 也不是不能做主 赶紧结婚 说不都是一个臣吗 早就出五福了 他跟这个秀荣 他们这个关系 可就不是唐兄妹的关系 是足兄妹 实际呢 已然分出很多汁来了 往上倒 宝光的父亲 跟文海文月 是一个老祖 那么文海呢 打算暗中访茶 人也之间翻墙而过 可就到了这院了 这陈福还都不知道呢 这无搜那无找 一看有个小孩在屋睡觉 拿刀一比划 小孩正是陈小青 陈文海是老江湖 一审那陈小青 陈曝光哪儿去了 说听说您呀 一回来他就吓跑了 他们俩天天在假三十 那儿和约会 然后他们干什么 我不知道 我是奴子 我不敢说 说话之间 两只眼睛闪烁其词 文海一瞧 全瞎话 老头子 可也绝点 就动了形了 分筋错骨 一拿他的关节 敢这人呐 你愣给他一刀 他能扛 拿重手法 一拿的关节 他可受不了 陈青那么聪明 没挨过这个 你受刑 受刑不过 这回说实话了 老头子呢 也搭着盛怒之下 手起刀落 咔嚓 把陈青宰了 杀完陈青后悔了 这怎么办呢 把陈福倒来了 陈福一瞧 让陈的爷您也太损点了 经过 我信 您没说瞎话 要不然您也不敢找我了 可我就这么一个小亲 您给宰了 他叫小亲 头来不得有六个吗 他是大排行 他行鸡 我上面那些哥哥们有孩子 让他们过去给你一个 嘿 陈福不敢惹 这是匣子呀 这人命不算完 既敢跟你说 你等着 还有人命 这陈宝光 我非把他逮着不成 逮着回来 再聊你们家小亲这事 我陈文海到最后对得起你就是了 老头子到家呀 可就跟文岳说了 告诉你 我不在家 这些货惹出来 你都得负责任 文岳说我不知道 我就弄花 我摆山子神 写诗 这么大岁白火 找收生 他要足月 把这孩子生下来 没关系 你先养着 多在我逮着这陈宝光 多都算完 哎呦 这陈文海下功夫大 大海茫茫 一找这陈宝光 功夫不亏人 走到河南考县 这愣找着了 上万里云鹏 周天民他们家 当养老姑爷去了 陈文海一笑 找你去 到这啪啪一拍门 周天民呢 正和家团聚呢 高兴啊 为什么 周三爷 周三奶奶 招这么一养老姑爷 而且还给后边 银汝打个样 爷姑爷半个儿 俩姑爷不就一儿 谁说我没儿子 这回先有伴了 老两口子 对于陈宝光啊 是特别的满意 陈文海到这拍门诉说 以往 周天民这才听明白 赶紧一片全瞎话 什么投亲不着 防友不欲 他哪有亲亲呢 哪有朋友啊 就是 给人家文海的姑娘 啊 穿上大肚子了 跑出来了 怕任文海追杀 现在真追这儿了 周天民一听 跟陈老侠话 您都说完了 我也听明白了 那么人在我这儿呢 不错 是我的养老姑爷 我把他喊出来 您打算把他如之河呢 那还如之河 一刀消售 我要他的性命 这我就得有两句话说 他姓陈的时候 您要逮着他 怎么着我都干涉不着 他现在不姓陈 他姓周 他是我扮了儿 又是我的姑爷 我把他喊出来 这篇话 说完了之后 您把他怎么样都行 但得留条命 依着您 要剁哪儿 给您哪儿剁残配呢 我姓周的哑活着 谁让他办了这 见不得人的事呢 可是您要一刀 把他杀了 两头 可就全都没准主意了 我闺女也完了 你闺女也完了 咱们何必拆散两个家庭呢 能不能看到我面上给宝国留条活命 这陈文海也是找的找的呀 气民心 正在气头上 甭废话 姓周的 不是跟你商量 人在你这儿了 你要够个侠客 你把人交出来 怎么处置是我的事 跟你商量不着 周天明一听好话说不通 我这么说都不成 不成 那这人我可就交不了了 交出那样子一刀杀了可不成 打我这儿说办不到 老头子一拉刀 到当院了 五色云中一条龙 陈文海一辆掌中那口刀 姓周的 别说你是个侠客 出来咱俩先比划比划 好啊 把我打躺去 你把人就拿走了 爱拿到哪儿拿哪儿去 爱怎么办怎么办 老头子伸手 墙上摘兵人 卖不出来 家人一瞧 赶紧送信去 给谁送信 知道老头有个朋友 闹海龙张伦 家里边 仨姑娘两儿子都会练 上那喊帮忙的去 那人的人丢了 憋着找他帮忙的 还没大姑娘啊 张富英还没动身呢 周杰仁先到了 大姑娘您快点喊老爷子 到那去吧 我们周三爷碰见对头 有一位要把你姑爷绑走 大姑娘一听夺乱 我们家这连大带小 丢四个人了 我爸爸俩兄弟跟我二妹妹都要给抢走了 现在关起来了 樊家港脱不讲理 我这正没主意 打算去找周三爷 过来帮我们家嘛 他们家又出事了 您找谁啊 找你们老爷子 老爷子有 我们亲老爷子没在 这儿有一王老爷子 老霞王师傅 啊这么着 哪儿 天下第一遍在我们家呢 您别瞧边没了 老霞个 管闲事跟着去 先聊周家事 再聊我们家事 王师傅一条 怎么全让我瘫上了 那走吧 跟着可就到了周家 到周家一条 好 周天民一口宝剑 这儿陈文海一口刀 还真厉害 俩人站立旗鼓相当 王师傅伸手一篮 二位且慢 先别打了 一拖海下 阴然 广东龙门县 拔不堂我姓 王叫王师傅 二位不打了 好家伙老霞来了 您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怎么上这儿来 先别说 你们俩这当事 有了没有 陈文海一瞧 怎么不能了 能了啊 这小子得回去 得对我闺女负责呀 周天民说 那我也有了啊 他走他的 我这孩子 我得留下 在我们家这儿 待挺好的 哦 感觉就位于陈宝光 把宝光喊出来 宝光吓坏了 哪敢露头啊 老霞说把他喊出来 没事 你们二位别生气 都坐着 我出个办法 看能不能了 已然 你这姑娘七个月 十月 这你又出来些日子 早这么些日子 估计回家早就生下来 那是生下来 我二兄弟 文月看着呢 那就是了 你们也都早出五福了 他现在又姓周 又不姓陈了 哎 你就把这姑娘 给姓周的当儿媳妇 到时明媒正娶 娶过来 两头算大 不分大小 不就完了吗 我就是这意思 这意思 你干嘛到这打 我是气糊涂的 这话没说出来 我恨得一刀 把陈宝光给剁了 您别生气 要这么办 您看行不行 这么办是最好了 要不我这人丢太大了 我们这姑娘未婚先孕 回头这个 姑爷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我这一辈子 侠可多寒的呢 你这多一姑娘 你乐意不乐意呀 只要宝光在我们家 我乐意 跟您这么说 人家在先 我们在后 就是文海 侠这姑娘来算大的 我们算小的 都没关系 这不刚才 要这么说 不就没事了吗 何对 你们俩兵了帮忙打半天 我这火上防 着急 把宝光找来 宝光说 问你 你家里都听说一片家财 怎么办呢 家财啊 我对不起 陈福 陈福对我这么好 我这老丈人把小七一刀剁了 七坏主意都小七出的 我这家财全不要 全给啊 陈福 哎 陈文海这么一晃脑袋 罢了 这算你有份人心 跟我想的差不多 那行了 你跟我回去一趟吧 周天平说干嘛 把人要领走 得回去把这事都办吧 呐 再说 我得把姑娘给您送来 连搭带小 您这进门就抱孙子 多好啊 王师谷新了话说 你哪儿走啊 你们二位谁也走不了 跟我要大闹 樊家岗